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 二号在官方的微博发布了一段 有关于弗拉迪沃斯托克 建成的影片以及文章 这个地方是哪里呢 其实就是中国的海森威了 他们在1860年 其实是被清朝割让给了俄罗斯 至今仍然属于俄国在统治 因此这也引发了中国网民的不满 认为说你发这短片 难道是侮辱以及挑衅吗 但北京政府却一声都不吭 也被指引难道是其善怕恶 而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 就跳出来表示 海森威目前已经是俄国的领土了 中国人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 但网民也非常的不高兴 算他是胡孝子 而事实上领土争议的地方还有这 大家还记得吗 中国跟印度之前闹得不可开交 而根据消息人士 六号透露的最新消息 就表示了中国以及印度的军队 现在是双双撤军 并且还建立了缓冲区 尽管呢 实际撤军的范围有待确认 但是解放军方面 至少呢 是退了一公里左右 不过中国并没有完全的退缩 为了要反制印度 大动作的修复了西藏地区的一个军事设施 除了在西藏的机场附近修建了防空导弹阵地之外 更重建了早就已经废弃的机场 好中国的军事专家就认为了神秘的废弃机场罕见的重新启动 其实背后的意义非常的重大 不过中国跟印度交恶以来 其实双方都是受到了一些经济上面的损失 印度之前是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 宣布禁用包含抖音在内 总共59个中国的APP 而抖音呢 很可能因此会损失60亿的一个美金 大概是台币1700亿元 路透社3号就获取了抖音执行长 给印度政府的信就表明了 即便中国要求要分享用户的个资 抖音当然也都不会给他们资料 然而印度的官员就表示了 其实这个禁令啊 短时间之内都是难以撤销的 不过另外我们带您看到 是印度的一个食物卫送新创公司了 目前来自中国方面的资金 很可能会被挡下 金额是高达了30亿元 不过呢 让中国最头痛的国家 应该还是美国了 我们带您看到是美国海军 周六呢 在南海进行了双航舰的军演 而美国太平洋舰队 也立刻公布了B-52轰炸机 以及超级大黄蜂战斗机 伊兔鹰眼预警机 联合编队飞行的画面 就是这一张的图 事实上这个B-52不简单 这个B-52轰炸机 特别从美国的路易斯安纳州飞过来 就是要向对方来展现远程的攻击能力 不过解放军也不是好惹的 立刻举行了军演 环球时报就报道了 中国有东风21D 以及东风26飞弹 其实这都是航母杀手 因此中国也是没有在怕美国方面的威胁 而另外美国的媒体就报道了 美国和中国因为四个争议 所以关系持续的紧张 那四大争议呢 其实包含了台湾香港 武汉肺炎疫情 以及美中贸易战 这四大因素 所以关系真的是蛮不好的 而美国军演 其实也是在挑战中国大陆的领土主张 我刚刚提到了台湾 台湾是不是有安全上面的疑虑呢 中科院其实掌握了台湾很多的机密 以及高端的研究 为了要防止中共窃取相关的资料 因此严禁使用中国产品 但是苹果日报独家的提报了 中科院2018年公开进行 网路储存伺服器采标的一个采购标案 没想到呢 中科院竟然是要求得标的厂商 需要把中国的百度云 云端也放到了目的端 更离谱的是啊 中科院都已经是用了一年多 直到媒体询问 中科院才惊绝有此事 立刻组成了专案小组来进行调查 而您知道吗 其实各个国家的战争 都已经从传统的武器战 走入到了资讯战 这电脑病毒的威力 其实有的时候比一颗炸弹还要猛烈 举例来说呢 第一次波索湾战争时 美军就曾经用印表机 植入了病毒城市 瘫痪了伊拉克的防空系统 就像这一样的粉丝 我都可以在祝福 就像冰箱的一个